你去哪邊 蛤 小心喔 深夜了 男子迷迷糊糊 面對遠景詢問 他也答不出來 你可以自己回去嗎 不然我們帶你 看哪裡我們帶你回去 對啊不然你這個 你看你躺在車子底下 人家沒看到你怎麼辦 和平所遠景深夜巡邏 發現男子躺在地上 把馬路當成了床 頭還鑽進了車底下 開始呼呼大碎 附近的鄰居看到嚇了一大跳 就怕車主沒注意 發動車子會撞傷男子 趕緊找警方幫忙 他的頭在裡面 在底盤下面 就這樣 底盤裡面 躺在那邊睡覺 然後這個危險啊 很危險 他如果有時候 他晚上他在睡覺了 有時候晚上他出來 他如果要買宵夜什麼 車子開了就這樣子 不會看到 鄰居說 沒有見過這名男子 經過遠景 挨家挨戶的詢問 一切才水落石出 原來無心男子是一名準新郎 當天到慰問期家中提親 和親友開心的喝酒 離開時不生酒力 才會醉倒在車底 本所遠景於16日晚間巡邏行經巷弄時 見一名男子躺於車底 不省人事 警方發現該體型撞碩之無形男子 有濃烈酒味 無法正確回答警方提問的臨機資料 在警方挨家挨戶的詢問中得知 該男子當天自未婚妻家中提親 適逢喜事 多喝了幾杯 走沒多遠 卻不剩酒力倒臥於車底 警方隨即通知 無男 無男未婚妻及其親友 將男子帶回住處休息 警方呼籲 飲酒誤過量 酒後誤開車 回家時可指定駕駛或搭乘計程車 以確保個人安全 還好在警方和熱心鄰居協助之下 證明準新郎 最後尤未婚妻和親友扛回家 好險人沒事 但也讓遠景哭笑不得 呼籲再開心 也要飲酒試量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